我今天要先分享清善 就是我們學校的一個社團 然後再來我會講 我到斯里蘭塔 三家國文基志工 那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我常常在思考這些事情 那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的活到現在大三的日子 那我覺得高中的話就是 我覺得或許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就是會一直聽從父母的安排啊 然後好好讀書那就好好讀書 然後到了高中到大英的時候 我是第一次住在基隆 我家在台北 所以就是會住宿 那就開始每天吃喝玩樂啊 然後我們去夜沖啊夜唱啊 是會有很多的活動 但是我發現 到我要生大二的那一年暑假的時候 我發現這一年我什麼都沒有生下來 就是都完掉了 然後也都沒有完全沒有收過 所以我就後來就去參加了清扇 然後也去當國際志工 那簡單介紹一下我們清扇的社團 那男生就是要180公分以上 然後女生160 然後我覺得有自信才是最重要的 那這是我們的冬天的套裝 是制服 然後這是夏天的是旗袍 我很喜歡這個旗袍 我覺得很漂亮 那我覺得有很多人 很多的男生 他們可能想要來參加這個社團 會是因為覺得很多的女生啊 然後可以交個朋友啊 但是其實就是你在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看透了 那我們簡單的就是每個禮拜都會上社課 那就是會做一些美姿美衣啊 然後妝髮啊 或者是口才的訓練 然後我們每一次出勤的時候 就是帶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會事先拿到流程 但是永遠都會有那個瘋狂的長官 讓我們沒有辦法去掌握他 但我覺得應該可以成為正式團圓的每一個 團圓的想法應該都是 我們會很努力的去成為一個青山大師 然後並以此為榮 那我覺得每個人的生命工作 會有很多的貴人 那像是中間的這位男生 他是我們的青山的指導老師 對 那我很謝謝他給我有一個機會 第一次出國 就是以前可能忙於課業 家長也都會覺得 就是好好讀書啊 不要出國玩啊什麼的 但是那時候他就問我要不要一起去 然後就是因為不在學校 所以就會有很多的讀書 那我就覺得好像也是可以自己負擔這一塊費用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 就很謝謝他 然後再來是我二生三的暑假 我到長榮海市博物館在夏令營 那這些都是很好的夥伴 那因為他們都對自己的未來 有很大的規劃 就是像有人想要去微軟啊 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在台大就是過得很好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那我呢 我好像就是一直沒有去注意到這個部分 所以會讓我 會讓我開始想一下自己 然後這次我到了柬埔賽區 那個時候 有很 那時候是去玩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了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都會躲在陰涼的另外一面 然後很勤奮的在讀書 我就覺得 既然我們都已經花錢出國了 那為什麼要在年輕的時候 這麼的享受呢 所以我就決定要去加入YMCA 去當國際志工 我希望可以 當初的想法是希望可以 幫助當地的小朋友 或者是 就是帶給他們 短暫的一個快樂的暑假 那再來簡單介紹一下斯里蘭 斯里蘭卡他們是信奉佛教 所以他們會用土提樹葉在他們的國際上面 那他們是位在印度的下方 在這裡 印度的下方 那裡 我們去了11天 11天都是打太陽 這一天還算是天氣很不好的一天 然後 這邊的小朋友都是非常的快樂 即使他們的生活 不那麼的優渥 但是他們每天都笑得很開心 而且一聽到拍照 所有人都衝過來 原本也沒有那麼多小朋友 那很多人會問我 去當國際志工 是不是需要英文很好 但是我覺得像斯里蘭卡 因為會需要國際志工的地方 一定都是比較落後的地方 所以他們本身的英文程度也不會太好 你講太難其實他也聽不懂 而且他們的口音都很重 就是即使他覺得他自己講得很好 你也不見得聽得懂 所以身體語言就是我們最能夠運用的 那我們一開始到了斯里蘭卡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下飛機隔天一大早 我們是凌晨的時候下飛機 然後大概隔天八九點吧 就開始帶舞蹈 我們就會先帶他們認識彼此啊 認識我們 然後也會設計一些遊戲 那我很喜歡這個小女孩 她長得很漂亮 那時候我們是帶他們買一個社團 叫做催畫 就是用吸管催這個水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 然後她就做出了這樣子的一幅畫 就覺得她也太有天分了吧 就是完全被埋沒在這個 很可惜 那我覺得這個小朋友讓我學習到了很多 她他們家過得不太好 她沒有爸爸媽媽 然後可是因為她好像接觸我們的第一天 她就可能也很喜歡我們吧 所以她第二天就帶了她回家的時候 去摘的水果 那看起來很像拔辣 但是吃起來很詭異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 可是她就是很樂於分享 其實她的物質生活 生活品質都很 不是那麼的好 對 那在那裡的話 永遠都可以看到 大朋友帶小朋友 小朋友帶小朋友 然後或者是他們就 他們兩個大概才五歲 但是兩個人就是 每天都看他們這樣從進風出 他們也可能家人也都在忙吧 所以這邊的小朋友 就都是這樣 很像以前的台灣 那這個是她 我們就是在那邊吃東西都是用手 都是用右手 可是 我們是到大概第三天吧 才發現 我們洗手的那個水 其實也是髒的 就是你洗了也沒用 就是我們都想說 竟然要吃飯 那就去洗個手好了 可是他們那個水 好像就是地下水 出來都是黃的 就是 後來我們就乾脆算 那不然就不要洗好了 然後他們餐餐都會吃辣咖哩 每天喔 11天都吃這個 所以 他們每一餐都會有紅茶 或者是 比較少會有綠茶 他們就是聖糖 然後我特地放這一張 是因為 這個食物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它的味道很像塑膠袋 就是這樣在吃塑膠袋 對 大概吃了兩三天吧 可是因為我們都不吃 後來 就不知道怎麼樣 所以我們每天最期待 就是聽到麵包車的聲音 我們都會立刻飛奔出去買麵包 然後後來我們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換到大城市去 那時候剩下來的麵包 大家就說 嗯 我們真的是學會了洗衣服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 吃肯德基啊什麼 根本就不想吃這些麵包 那我們除了帶活動 認識小朋友之外 我們還會幫他們做社區服務 就是像我們會去幫他們刷牆壁啊 然後騎油騎 或者是打掃他們的大理堂 那我覺得這很特別的是 我們去幫忙他們補 然後他們的 這個是完全看不到鏡頭在哪裡 只看到一堆牛在吃那些魚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大概把了兩三個小時吧 然後還是沒有拔完 最後就是 後來我們就跑去海邊玩 然後就 他們就自己 好像就把他收網 所以這時候真的是超累的 然後這個也很特別 我們是去打掃他們的墓園 他們應該是幸福 嗯 這種是有點像基督教 還是什麼的那種的墓 因為他們有十字架 所以我是這麼認為啦 我也沒有問 然後 這些是 當地的同軍也跟我們一起 那那個 這個很特別 他是市長 當地的市長 他有來看我們 打掃他們的墓園 然後 我就覺得 其實這應該 因為一開始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有點害怕 可能有一些人連自己 清明節都不回去打掃了 還去打掃別人的墓園 但是 他來了我就覺得 或許這對他們來講是一件很值得尊敬的事情 就是一件 OK 對他們來講是OK的事情 可是他 有點恐怖 是我聽當地的人說 他是把原本的市長殺掉 自己才變成市長的 所以 或許他也不是好人嘛 然後 最後的話 我們還有 我們大概用了兩天左右的時間 我們有去當地的地方玩 那這個就是 天空之城 宮崎駿的那個作品 天空之城的靈感來源 那我們人才這麼一點點 爬上去大概花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裡面也有很漂亮的冰花 然後這個 這邊是他們的植物園 所有的樹都是長牆 所以 我們那時候 就拍了照片 這好像是他們的小白宮 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那時候門票太夠了 我就沒有清楚 那最後謝謝大家 然後 謝謝 好 我們再休息一下時間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